大家好 这个视频呢 想跟大家聊一聊 就是这次这个捷克议长访台 那么王毅外长呢 根据这次捷克议长的访台 发表了一个叫做跨越底线说 王毅是怎么说的呢 捷克议长罔顾中方和捷克政府反对 执意访问中国台湾地区 公然为台独势力张目 甚至还煽动其他国家效仿 这是公开的挑衅 中方必须要告诉捷克参议长 你过线了 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责任 更是中国外交部门的责任 中方是受到侵害的一方 不是制造问题的一方 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上 中方必须亮明立场 那么这个是王毅外长针对这次捷克参议长访台 其中的一段节选 那么中间就提到了一句话 这两天我看无论是台湾媒体也好 还是无论是国外媒体也好 大家都纷纷的转述 就叫你过线了 那么这个视频我想说什么呢 之所以王毅这么说 就叫你过线了 这四个字 但是如果说你是这么说的话 你起码就证明一点是什么 就是中国有一条线 这条线就是我们称之为 台湾和大陆两岸问题的红线 对吧 你只有这条线的存在 你才有所谓的你过线了 那么我们在讨论这个 你是否过线这个问题上呢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所设立的这个红线 捷克到底知不知道 或者说国外到底知不知道 就是除了大陆和台湾以外的第三方 知不知道 我相信王毅外长既然这么说 他心里一定是认为捷克是知道的 双方应该是有共识的 大家知道 这个大陆和台湾这个关系非常特殊 那么全世界呢 基本上95%以上的国家 都认同一个中国原则 也就是说 王毅这次针对捷克的这个参议长 所谓的过线说 指的就是这个一个中国的原则 这个就是台湾问题的红线 但是呢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捷克议长在台湾议会演讲的时候 他说了一句话 叫我是台湾人 他用中文说的啊 他为了这个取悦台湾的政客 他说了一句 我是台湾人 紧跟着他又说了一句 我并没有这个影响到一中原则 大家听起来是不是非常矛盾 对吧 他作为一个捷克的议长 代表捷克政府 访问了台湾 在这种情况下 他又说他没有违反一中原则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个人啊 在这里就有点疑惑 就是到底 中国所认为的一中原则 这条红线 和这些域外国家 就是非台湾 就是非台海两岸啊 的第三方 我们称之为域外国家 他们认为的一中原则 大家的认 大家是不是 对这个一中原则 是不是有相同的这个认知 这个很重要 对吧 我们经常把一个中国原则 挂在嘴边 那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 你们认同的一中原则 和其他国家认同的一中原则 到底一不一样 就像今天下午 我做了一个视频 美国今天已经明确的 告诉了北京 说你的一中原则 和我的一中原则 是两回事 说白了就是 美国不认同 中国的一中原则 如果是这样的话 美国是一个 有指标性的国家 它的一中原则 如果跟北京的一中原则 统一不起来的话 你想让其他的 尤其是追随 美国的这些国家 认同你大陆的一中原则 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 这些小国家 肯定是追随美国 纷纷效仿 所以 杰克外长之所以说出 我访问台湾 但是我不违反一中原则 这样的话说出口 就应和了美国今天 美国驻华使馆的 这篇声明 就是美国的一中原则 和中国的一中原则 是两回事 对吧 到时候他们是可以去狡辩的 怎么狡辩 很简单 我认同全世界只有一个中国 但是 他不认同台湾属于中国 说白了就是 他不认为台湾是在中国的这个管辖下的 对吧 他不认同 他不认同台湾是一个中国 和他只认同全世界只有一个中国 这两个并不矛盾 从逻辑上来讲 所以为什么杰克这个议长 到了台湾之后 对着台湾的政和说 其实有很多欧洲的国家的领导人 都想访问台湾 这就是王毅在回应这个杰克议长 这次访台的问题上 他的这个谈话当中也提到了 他这次访台的这个错误行径 给其他国家做了非常差的表率 而且鼓吹其他国家一起都来访台 王毅就是指着他这个说的 所以我们又回到这个底线 你发现没有 第一就是有没有这条线 对吧 好像是有 第二就是如果有 大家对于这条线的这个认识 是不是统一 这么目前看 好像不同意 说白了就是北京里认的这条线 和我们认的这条线是两回事 对吧 但是呢 正常情况下 你针对于中国内政的问题 肯定是以北京画的这条线为准 但是不好意思啊 在这个当时当下 这帮国家都纷纷推翻了 北京针对台湾这个问题 所画的这条线 这个就很麻烦了 这个就非常麻烦了 而且今天大家看到 欧盟 包括法国 政府层面 欧洲议会层面 都纷纷出来 替 捷克这个议长说话 他认为 他们认为 捷克议长受到了王毅的威胁 捷克这样的一个小的欧洲国家 受到了像中国这样大国的威胁 他们纷纷为捷克撑腰 这说明什么 说明起码欧洲 在这个一中原则 大家的理解上 跟北京是不一样的 也许 在前些年 对吧 大家关系好的时候 打打马虎眼 是吧 这个 黑不提白不提 大家就混过去了 是吧 一提一个中国 对 我认同一个中国 是吧 见面嘻嘻哈哈 这事就过去了 但是现在不一样 大环境变了 大家纷纷要站队了 在这个时候 捷克作为欧洲的代表 我相信捷克议长 这次访问台湾 绝对不是他自己 心血来潮 他自己 这么小的一个国家 他自己能够决定的 他应该是欧 起码是欧盟 或者是欧洲议会 派出来的 干嘛来了 来试探北京的反应 来试水 派这么一个小国 来访问台湾 如果 捷克 对吧 这个议长访问台湾之后 北京的举动 不是很强烈 那么 接下来我相信 其他的欧洲国家 就会跟进 比如说 他可以找二流的国家 比如说像什么 像挪威 瑞典 像葡萄牙 对啊 比捷克呢 大一点 但是呢 又比德国 法国呢 小一点 包括像荷兰 对吧 这些国家 就可以纷纷出动了 是吧 分批 访问台湾 那个时候 北京 你就非常被动了 因为到时候 人家都说 我没有破坏一种颜色 我还是承认一个中国 全世界 但是 就像 美国今天这个声明一样 他们不认同台湾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管辖范围之内 他们的口径 到时候会跟美国保持一致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 北京政府 对于台海的这条红线 你就没有意义了 你画的红线 和人家的认为的红线 是两回事 这条线 形同虚设 就会造成了 到时候不仅是欧洲国家 不仅是欧洲国家 是不是有其他的 比如说 像南美洲 甚至于东南亚 某一些 想跟中国找事的 这些国家 纷纷效仿 其实这个所谓的 这个底线 底线思维 同样应用在这个中印边境 这次中印冲突上 对吧 你发现没有 这个国防部 包括战区发言人 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 也屡次提到了 类似于说你越线了 或者说你越界了 说印度 但是到底哪里是线 哪里是界 中印双方有没有共识 我觉得没有 如果有共识的话 就不存在几千公里 中印之间的这个模糊的边界 这么一个不稳定状态了 但是中印边境和台海两岸 还不一样 它不一样在哪呢 中印边境起码明面上看 还是两个国家自己的事 就是双方的事 域外国家没有明显记录的痕迹 但是大家都不相信 大家觉得好像是美国在后面 这个统固印度来找事 这个我也相信 但起码表面上还是中印双方的事情 对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边界的这个所谓模糊化处理 也许给双方的谈判留有一些余地 这个也不是完全的坏事 但是台海的这个底线 现在呢 这个比中印之间的这个所谓的底线 要严重很多 因为台海现在已经不是台海两岸 双方的问题了 对吧 甚至于不是中美台三方的问题 到时候日本也会进来 欧洲现在已经进来了 所以他们屡次跨越你所谓的底线 到时候呢 就是一个狼来了的效应 我们是狼 屡次喊 这个只要是一跨越这个所谓的底线 我们就叫一声 一跨越我们就叫一声 跨越多了 他们就没感觉了 最后没准我们也没感觉了 这个就很可怕了 双方都麻木了吗 那最后台独 那就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 而不是统一是水到渠成的过程 另外大家看到 王毅针对这次这个 捷克这次到访 也放了狠话 对吧 你既然越过底线 你就要付出代价 这个就是接下来底线说的第三个意思 就是他越过了你的底线 你到底会怎么做出反应 我觉得针对台海两岸的这个问题 要明确下来 不能太有这种模糊的空间 之前可以 现在不行 因为现在这个参与的国家越来越多 如果你再模糊下去的话 你到时候击中难反 对吧 说白了就是法不择中 如果今天捷克来了 没两天 匈牙利来了 后天波兰来了 那你怎么办 你同时惩罚着好几个国家吗 不可能啊 也不现实啊 对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必须要明确一点 就是你跨越了这个底线 你将会得到什么惩罚 那么这个底线是由我划定的 不是由你划定的 知道吧 一中原则这个定义是由我来定义的 不是由你们来定义的 因为这是我的内政问题 啊 所以今天呢 针对这次王毅外长啊 这个对杰克参议院议长 访问台湾这个事 所谓的底线说 就三层意思 第一个 底线到底存不存在 第二个 底线如果存在 双方对于底线有没有共识 第三个 如果跨越了底线 对方会接受到什么惩罚 必须要让对方非常清晰 明确的知道才可以 继续模糊下去 对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有